譚先生,你未會上北京開人大常委會 是的,10月份的例會在19至23日舉行 18日便要起程去北京 不過我昨天上午收到國家防疫控制辦公室 通知我,不批准我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 為何不讓你出席呢?國家的防控辦是甚麼原因不讓你出席呢? 我了解主要是香港疫情的問題 大家都記得我們最近香港出現了一例源頭不明的個案 源頭不明的個案對內地來說是非常重視的 所以連我和三位列席代表都不批准 讓我們去北京出席會議 譚先生,你平時過去一年香港的疫情 你之前還有上北京開會 現在反而不可以的話 我們香港何時可以等到和內地通關呢? 你覺得是,特別在北京的嚴防、嚴控是很嚴謹的 當香港如果有一些疫情的變化 特別是源頭不明的個案 他們會更加收緊 上一次我去開會的時候 其實都建議我不要去 所以上一次只是我一個人出席 但我當時就說 有香港的議題我一定要出席 可能這次又沒有香港的議題 所以就不批准我出席會議 但香港的疫情其實本身都已經清零了很多人 但可能有一個中國案就影響到 連你都出席不了 香港其他市民想等健康碼也好 等通關也好 你覺得有甚麼可以做到 可以一路沿路香港很多人想回內地的期望呢? 這個情況出現 對於兩地通關 我真的都不容樂觀 不過怎樣都好 我們都要努力去克服 一個我會建議特區政府 對於那些源頭不明的個案 一定要小心去處理 很謹慎、很清楚地盡量去找出源頭 以及怎樣說到給內地的相關部門知道 我們在防疫的工作裏面 我們做到怎樣徹底令到他們安心 如果不是的話 一旦有這些 就算個案來說 可能我們都會面對一個很大的通關障礙 另外我亦都希望特區政府 或者是兩地政府 一個是因為我們已經很長時間需要隔離 不可以直接通關 對於很多民生 以及對很多商業方面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想始終要想一個辦法出來 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有限制下 有配額逐步來 是可以容許去免隔離的一個開放的通關 例如打針 打兩針 甚至打三針 這個要求就肯定了 或者要驗抗體 亦都要事前做核酸檢測 另外提前申報 好像澳門那樣 提前14天的申報 另外在申報的時候 只是限制需要探親特殊的理由 或者是商務的問題 才可以考慮批准你免隔離進去 還有最關鍵的一件事就是健康碼 我們怎樣能夠香港有一個健康碼 這個健康碼一定要跟內地的健康碼 能夠結合起來 這個要結合起來 原因是有一個追蹤系統 即是內地是擔心 如果當有一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他怎樣去追蹤得到 可能密切接觸者 或者那些周圍受影響的人士 他一定要需要掌握這些資料 他才會放心讓你回到內地 我覺得努力 大家一起去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這個通關是香港很多市民 很熱切的期望 我希望香港和內地政府努力 能夠在機密切去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時 亦都容許有些事必有需要的人 可以免隔離回到內地 譚先生 你覺得我們香港做到你 有健康碼 有部份的人可以有配額去通關 你會否覺得過年前有機會 明年過年農曆年前 有部份人都可以回到內地 或者朋友一家團聚 因為農曆年都是中國人很重要的資日 我希望我們一起朝向這個目標去爭取 希望可以早日有限度地 有條件底下可以免隔離通關 找到你說話 有話 有意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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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帥